不说话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当然是表明心意啊 你不要耍我 为什么这么想 你觉得我能力强 这倒没有 难道 只是因为我长得俊修 其实还挺可爱的 没能力也不俊修 哪来的心意啊 因为你老实啊 啥 老实 我 京城四大顽固之首 老实 也不能算是老实吧 怎么说呢 就是 能瞧明白 什么叫能瞧明白 全密格上下 能让人瞧明白的 就只有压内你了 你想些什么 差不多都能一眼看穿 瞧着就让人安心 不是 我怎么觉得你像在骂人呢 而且你家学渊源 我很羡慕 我哪有家学啊 你家有钱啊 家都被抄了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可是你赚钱的天分还在 将来 安家立业肯定没问题 到时候 孤仙女史 家里打扫 烧饭 都交给她们去做 然后每天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什么都不用操心 这样的日子该多美啊 纵观密格上下 能做到的 就只有压内你了 这就你这样 还在密格干吗呀 我被卖进来的呀 家里遭了灾 一家逃难 路上走散了 差点被山废劫走 然后呢 然后被掌院救了 陆掌院 嗯 没找你家里人吗 找了 找到的时候 人都没了 我看你在密格 整天嘻嘻哈哈 好像还挺开心的样子 对啊 怎么了 没想到 你还遇过这样的惨活 嗯 家里人都没了 我得替她们开心的活 我爹 我娘 两个姐姐 一个弟弟 我得活出五个人的孝 才算扯平